我們繞了衛星 繞地球冰冬 熟悉的鄉親利 為地球施以衛星的外有力 由此條件可以導出下的結果中 正確的是哪一個 第一個衛星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我們看 衛星是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質量是大M 這個是R 這個是衛星的軌道半徑 然後這個速度叫V 對吧 那一樣用這個公式嘛 就是說 R 雲雲雲雲雲 大M 小M 會等那個向性V 對吧 這小M 對不對 會等M 要成為R分V 因為它要求V是多少東西 所以我們用R分V消掉 把R消掉就可以 所以V1是等於多少 Zm除以R 這樣沒問題吧 這樣問題 好 所以這是對的 衛星的周期是多少 那衛星的周期 這沒問題 那衛星的周期 這個速度呢 是等於多少呢 22拍R 我就繞一圈的長度啊 要處理時間嘛 這就是它們的速度 等於 沒有問題的話呢 那它的周期 T過去嘛 T就等到什麼 22拍R 那乘了多少呢 Zm分之R 對不對 這樣沒弄錯吧 T T過去嘛 2拍R 倒過來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對的啦 它把R的話呢 點它進去嘛 R三次方除以Zm 這樣沒問題吧 好沒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呢 克普的B3定律 R三次方除以Zm T平方等於定值 這個當然是對的 這當然是對的 是 再來呢 RT平方等於定值 單R 為地球密度啦 而只是適用 這錯啦 這個RT平方 RT平方等於定值 剛剛我們算出來 幾乎是傷胎 這個只適合在什麼 在那個緊貼在 行星上會跑的那個 衛星 緊貼的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R的話 是取代成那個 星球的半徑 是這樣子 剛剛我們推那個 這個公式的話 這個公式是說 它緊貼在 行星的那個 那個表面上跑 所以這個時候 行星軌道半徑就等於地球 就等於行星的半徑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 只能拿回地球 對啊 只能是 在地球表面道的時候 的 那個 所以答案是 ABC 這沒有用力吧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